那么在人才积极的中国举重队当中呢 有一位选手他不一定是天赋最好的 但他却是最勤奋的 他就是吴景彪 对 吴景彪呢 可以说这次也是很好地把握住的机会 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在了比赛当中 最终也是杀出了重围 今年4月份的一场全国男子举重56公斤级的比赛之后 吴景彪在后场一个人敲声哭了 那场比赛他赢了 赢了奥运冠军龙青拳7公斤 那场比赛也是国内的奥运资格赛 赢了的人与伦敦奥运赛场的距离最近 那场比赛吴景彪手掌的皮被杠铃杆拉破了 食指连心就那么打完了整场比赛 第一把 挺起第一把就破了 然后第二把 第三把 没办法 这次比赛这么重要 我肯定不能因为破手而影响这次比赛 所以 现在这样 这样这种成绩我尽力了 我想 也是我赢得的 真的 有人问 赢了自己的队友 至于吗 奥运会对于中国运动员 尤其像举重这样非热门项目的运动员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吴景彪本身又不是那种天才型的选手 这点从他的身材上就能看得出来 一米六二绝对不算是高个儿 但在举中队中他比同级别的选手要显得瘦高 像龙青拳的身高是一米五六 吴景彪和六十二甚至六十九公斤级的一些选手 身高差不多 因为我身材是属于细长型的 五十六这个级别大多是宽的 横的 就是说 嗯 筷头看的比较横的 我是看起来比较瘦的 所以力量不大 然后只能说我比他们去 在每一堂训练课 每一次试举 我比他们多举一次 多练那么半小时 我只能说从技术 在一个精神上 技术去多磨多练 就是 争取零零技智的发挥 就是说我身上的每一公斤的重量 就是说 发挥到装向技术上去 用到极致这种感觉 再一个就是 精神上的调动 训练上 比赛上 都要去调动 吴景彪的勤奋和精益求精 是教练乃至我们这些 经常下队的记者们 看在眼里的 当然他的力量较弱 也只是相对于 国家队中的这些高手而言 不然他也不会在 过去三年的世锦赛上 一步一个台阶 从09年的一斤 到10年的两斤 再到去年的包揽 抓局停局总成绩 三枚金牌 而且必须要说的是 吴景彪的比赛气质非常好 从出场开始 就精气神十足 第一场比赛开始 我就是上台喊啊 兴奋那种感觉 状态要有 给人的感觉 不能说 你上台黏黏乎乎 观众看到都没劲 还有一个你自己 根本 而且上去那么大的重量 你要黏黏乎乎的话 那重量那么大的 摆在那 那肯定是不行的 激情要有 举重台下的吴景彪 绝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挺有情调 不单是国家队宿舍 地方上短期的转训 自己的房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桌子上摆着和家人的合影 以前学过一阵街舞 现在养着一只折尔猫 最近只能寄养了 买了烤箱 自己烤蛋糕 做曲奇饼 新发的举重鞋 画得花里胡哨 宿舍十平里 自己一个人 一年四五册的搞装饰 前年去土耳其 还摆弄力拍得 今年已经改玩单法了 总是高高兴兴 总是充满好奇 举重这个项目 我觉得已经是很枯燥 你要整天 成天在想这个 我觉得很没必要 然后平时自己 还是前面说的 多学点东西 多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去接受一些新的知识 这样 我觉得不光说对自己以后 还是对现在训练 都是很大把握 思想的整个动能都会提升 23岁 正是爱玩爱闹的年纪 吴景彪爱玩 但不贪玩 很有节制 很清醒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心思细腻 我绝不小气 他随口提起底的日子 里面有他的欣喜 和不容易 2000年12月3号 进市地校 2003年9月8号 进福建省地校 2005年8月6号 好像是8月6号 进省体工队 2007年5月20号 进国家队 再往上 不知道 这些是什么科医机的吗 没有去科医机的 就是给我的印象很深 可能是每一步走过来 就是说 他已经闹在脑子里 伦敦奥运会 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的日子 也会很快 很随意地走进吴景彪的鲫鱼库 然后 追之不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